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我们第二支,继续和优武谈谈谈谈 整体房屋方面的策略 其实我们现在,政府的整体房屋管治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很清楚的,其实自从2002年之后 政府对房屋本身有几个承担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维持在三年里面 为低下层的市民来说,是提供上楼 使他们可以入住我们出租的公共屋存 第二来说,其实政府是让市场来说 是尽量发挥它的作用 所以政府来说,在各种资助或者干预上是减少的 第三,其实我们是在土地供应和基建里面 我们会组终我们的功夫 使到楼市来说,整体来说 是平稳和健康的发展 我们也希望做到市场来说的交易 尽量公道和公平和透明度高 现在事实上,市民的感觉就是 政府除了公屋之后就不管那些人了 就赶了这帮人去私楼市场找屋 找不到就租屋 其实现在的供应是否失衡呢? 我们承认一样,在过去一段时间 过去的供应是偏低一点的 我们是承认这件事 所以我们觉得这方面 我们一定要加紧力度去做好这件事 自从了98年之后的总体房屋策略没有了 2002年就退出之后 大家库老懒 你就站在手上任由地产商打换楼市 我相信不是这样的 而是你看到在2002年之后 其实我们香港本身的经济 都经历了不同的波动 这个波动其实市场的回应 有时是劇烈一点 有时就是松弛这样 你在这种情况下来说 我们本身要做很多的规划 以及这些规划来说 也都回应市民本身的诉求 比如说对屏风楼的关注 被高度的关注等等这些关注 其实都要花很多功夫在这里做 是不是政府其实现在了解到 或者承认了过去几年 没有主动推出这个买地计划 其实是造成了目前状况的 一个主要原因 但是我相信要公道一点看 你要看回过去几年 我们经济出了什么问题 有些问题真的也不关我们香港的事 大家记得在2008年 其实上半年经济是很好的 其实那些楼也有这样的需求 但是如果你要到下半年的时候 突然间收缩得那么重要 而当时来说有人用极寒冬的情况 去形容那段时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出路 在那段时间来说 你整个市场真的对于楼来说 是减低了的 你政府推多少地都是没有用的 市场没有兴趣 我们连居屋本身出售都卖不完 所以你能够要很准确地去估计市场的需求 这个是不容易的 当然我们承认有些东西 如果我们在土地方面做得好一点 再做得多一点 是不是能够好一点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努力来说 都是朝这个方向去做 使得日合楼市总体来说 都能够 都能够大起突落的环境 现在市民有一个感觉 就是政府只是看着楼价 怕它跌 恐防它跌到肉赤 而没有理会到 希望可以加入这个市场里面 找回一间楼 可以一方面就是住自己 另一方面就是长期来说 作为一种储蓄投资的一个工具 这两个因素 其实政府看哪个比较重 政府是那种的方向来说 是希望整个房地产市场 是一个健康平稳 以及一个公平公道 透明性高的环境去发展 过去几年的发展 是不是足以告诉我们 政府不理这个楼市 是可以达到你刚才所说的目标 还是其实是被地产商把握了 如果是的话 我们今后有没有方法 可以改正这个情况 我们可以做的功夫 就是我们一定在公正那里做功夫 这是基本功夫 有些东西如果楼市本身 就是太过刺烈了 我们觉得那里 我们是影响的面子比较大 或者那个泡沫是很重要的 一些短期的措施 就是政府会做 很多人都说要求福建居屋 其实为什么不考虑这件事呢 是一个心魔 还是根本没有这个需要呢 我想这样 其实过去我们做了一个 五个月的公众资讯 很多我们收回来的反应 都告诉我们 就是他们因为就是经过过往 就是9798之后 那年串的本身 香港经历过楼市本身的状况 很多人都跟我们说 小心 不要好心做坏事 你不要譬如说 通过一些败款的方法 借钱给他们 在这个楼市黄的时候 使他们很快地 就很心急地买一楼 当逆转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负担能力不行的 就立即是受很大的困扰 一帮既不能够申请公屋的人士 两人家庭 1万3、4元就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 那这帮人在私楼里面 他能够做什么呢 是不是永远租屋呢 其实这一批来说 如果他真的要治疗的话 其实他也可以在我们本身 居屋的二手市场 或者第二市场 就是旅客第二市场 因为那些来说 干脆起来给他买 我相信 因为我们其实也有一个 挺庞大的 32万的居屋这里的市场 其实他可以 如果他真的要治疗 他就可以在这些地方买 因为这些 有多少单位 例如这些来说 这些来说 有七成的以上来说 其实他在市区 如果他不想要去新界的话 现货没有什么 其实不是没有的 我们为什么要做活化居屋的二手市场 你现在正在做 对了 正正就是要令到 过去几年他们买不到的 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要做活化 这个二手居屋市场 你也看到 也是满足这一部分的人的需要 再要建这些资座的房屋 其实可能你也是要 很大程度上都在新界 在新界的地 你要再建居屋 其实你那个价钱等等的东西 是不是其实已经在二手市场里面有呢 或者在二手的居屋里面 在市区里面更容易一些呢 因为香港地方小的 其实新界的屋 现在是慢慢被人接受的了 因为你的交通网络是比较发达的 很多人是希望有一间新的屋 而不是在一间市区里面 二三十年的 那类的残人狗狗屋 因为它长远的升值能力是比较低的 那问题就是 大家也要公讨一点看 一般来说你看到 二手楼其实的升值能力 有时候有时候都会比一些居屋 这个大家有时候都会看到 我们推这个自身安心的计划 其实某个程度上 也正正是考虑到 在甲心阶层里面有相当的人 他们说 如果我买的一层楼 其实它等于差不多像私楼那样 日后它要换楼 不论换大一点也好 换地区也好 是吗 它要换出来也好 其实这件事是更加灵活的 反而居屋现在来说 因为它有一个保地价本身的限制来说 其实不要说你换大一点 你想换小一点 其实都有一个滞窄都比较多的 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到一种资座房屋 使得他们日后的转换更加灵活的 其实是可以试的 是吗 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要选择这三四万元收入那班人去资座 而不是选择一万多元那班人去资座 你是不是看到它已经根本是 其实它没有什么资座 去影响社会政策 就可以将那些 那你就去住旧一点 你就去租住先 那班人资座大一点的时候 你就要帮他们 是不是这样 的确是争议是比较强的 其实是 就是说不是一边倒是觉得政府一定要资助 其实相当一部分 如果这个计划是这么好的 你怎么看现在 司令报告到现在 其实支持度是一路下降 我们治安心这个计划推出来 其实这段时间 其实都是一个新的计划 还有很多事情来说 但是大家是 你还没走过 相对来说 那个大计划走了一段时间 知道是做法是怎么样 他没走过 大家还有很多疑问 对于譬如说 你究竟市场的定价是怎样 你的租金水平是怎样 有本身那些有没有很多的限制 我想这些事情 他们都未完全适宜的 我们可以明白到 我们都说了 这件事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沉淀的 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 其实也有一个状况 就是外围的环境 如果整个物业市场 一直是受外围的因素影响 一直是楼价升的话 人的焦虑是自然出来的 很多人经常觉得 政府是否要马上出一些招数 去稳定楼价 我们和大家说 我们推不推 我们推这种资助方法的计划 目的不是用来抑制楼价 整个出发点根本不是这样 你觉得现在政府做了 这个治安心计划 和活化居居移首市场之后 能不能够将市民的情绪 稍为缓和一点来 经济的大问题是不容易处理的 这个周期我们相信 不可能长期的利息 是处于这么低的水平的 你也知道是不可能是这样的 当这个周期开始远结 利息开始增加的话 其实这些东西 我觉得市民真的要想清楚 好 多谢你抽出时间 好吗 以后有机会再和您谈谈 好 多谢 一个人很想凉冷气 又不是很想你冷气 令到外面气温升多几度 很想狂消费 又不是很想你自己制造几多垃圾 人可以这样 政府就不可以 环境局就专是要来 解决你这些问题 你所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呢 对填区 焚化炉 还是温室效应 下个星期六 我们请到环境局副局长潘杰 和政治助理蔡少敏 一起和我们对策